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我想再做一个杂谈的节目 什么节目 因为我平时炒股投资 包括外汇我也都做 今天咱们A股迎来一根平光大阳线 咱们看一下 我其实很长时间没有做炒股视频了 今天我是不做不行了 为什么 大家请看 今天是一根平光大阳线 这简直是不可想象 大家请看 而且放量了 对吧 超过了近两周的所有的成交量 放量了 当然他还没有越过我的移动平均线 但是我感觉中国股市怎么说呢 专制各种不服的中国股市 今天确实是治好了我的不服 确实我服了 为什么这么说 今天我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消息 你说什么消息能支持 咱们的A股呢 这么大涨 涨将近2% 大家请看 涨了1.82% 将近2% 这可以说是超涨 都不是大涨 是超涨 原来说在哪 目前从消息面来看 我也比较关注各种的世界各种各样的金融消息 目前的今天最主流的消息就是 特朗普宣布加关税 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关税 2000亿关税 按理说 加关税 它不是一个利空消息吗 怎么成利多 我觉得很奇怪啊 比如说吧 大家请看 我这有一个路透社的新闻 欧洲新闻说什么 说特朗普宣布9月24日 对咱们中国2000亿的商品增加关税 加多少 加10% 大家看这已经写着了吗 加10% 关税 当然了 除了苹果啊 Fitbit啊 包括一些这些个 几乎无关紧要的这些个商品之外 几乎都要加10%的关税 这个居然是利好消息 我就想不明白 所以说还是应该增加学习啊 但是我又想明白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开始啊 市场预计 特朗普呢 在9月24日应该是给咱们的所有商品增加25% 这是第三次增加关税吗 一开始增加500亿 后来又追加一个520 560亿好像是 这是第三次追加了2000亿 中国现在是没法跟了嘛 对吧 虽然是没法跟 但是呢 利好在哪里 利好在于 一开始说对2000亿的关税也增加25% 这一下就太多了嘛 对吧 结果呢 一宣布的时候呢 增加10% 相当于什么吧 相当于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要给你25个嘴巴 说好了 我明天来 我给你25个嘴巴 突然间说算了吧 看在你面上 我只给你10个嘴巴 这对于我来说成立好了 所以这股票涨了将近2% 我感觉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实在找不出其他的解释他的理由 这可能是我这个 虽然我炒过也是十几年了吧 但是像这根大阳线 我真的是费解 因为在咱们今年特朗普对华征收关税有三次 每次宣布的当天咱们股市都是涨的 都是一根大阳线 所以说 哎呀 这个股市真的是潮到老 学到老 不过咱们说一下我今后的投资计划 因为以前看过 我可能是去年做过17左右的股票投资视频 今后我看有机会还是继续做 我先说一下我的投资计划 首先说 今天我是空仓的 因为我主要是做的是海外的股票 对于国内股票 我一直是空仓的 但是今天看到这根长阳 我其实是有点信心 那么怎么做 我是这样想 就是说 既然有这根光秃长阳 那么我明天开始应该是进我总仓位的百分之五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 比如说 你手头资金有一百万 我就可以进二十万 作为这个先头部队去探一下 看到机会的发展 如果它蹭蹭蹭上去的话 我再加仓 追仓 追仓 追上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咱们说起实在话 没有什么吃饭行情 今天一开头 一直就是跌嘛 所以说 到昨天为止 应该说 咱们所有的股民朋友 包括机构都是挨套的 没有赚钱的 海外的如果你要炒这个道琼斯炒美股或者炒智股的话呢 你肯定都赚钱了嘛 对不对 但是炒A股的咱们所有的朋友 包括机构是没有赚钱的 那么今年至少要有一波吃饭行情在哪里 我认为就从这个K线看出来 就在今天开始 所以我今天为了保险起见 我明天投入我的仓位的五分之一 我来试探一下 如果说它就直接上去了 我把我仓位补满 如果没上去下来的话 我起码亏的不多 这是我的感觉 那么说我投什么股 首先说我呢 不给大家推荐股 我要买就买上证50 我就买上证50 因为我认为上证50永远涨 因为我在做这个道琼斯跟做日经的话 我也都是买指数嘛 我认为它永远涨 所以说我的建议啊 就是说以前看过我这个超股朋友的视频的朋友呢 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说 明天开始怎么着也应该有一波今年的吃饭行情了 那么作为保险起见 明天的仓位买上证50 投入您仓位总仓位的五分之一 来试一下 如果好的话 咱们再追单 如果再下来的话 那么咱们再观望 我认为今天的低点就应该是今年的低点了 这是我一个大胆的预测 当然有可能被打脸 不过呢 我觉得这颗阳线 其实给我个人炒股一个信心 我觉得呢 继续观察 有可能它就是真的一波吃饱饭的行情嘛 对不对 好 我看呢 关于这个投资炒股的视频呢 我不定期的呢 还是要做一做 这非常烦人的一个消息啊 我不定期呢 我还是想做一做 因为呢 跟大家多交流一下这个炒股的心得 因为我也是做了时间比较长嘛 所以说对于这个如何投资啊 如何炒外汇啊 我还是有些心得的 而且呢 有我自己的固定的交易系统 以前我做这个外汇的时候 我自己还编过这个自动交易程序 有幸运的朋友呢 咱们也可以在这个领域多交流一下 好 那么我看今天是9月18号 现在是日本时间的晚上的7点 国内时间是6点 这个视频呢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今后呢 我会不定期的再做一些 关于这个投资炒股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 咱们一起来讨论 一起赚钱 对不对 好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